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沛恩主持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欢喜自在 节奏中有我杨沛恩和我们的永固法师 师父阿弥陀佛 毕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阿弥陀佛 师父好 Happy Mother's Day 没有亲自快乐 今天其实很开心 在当伦多佛光山寺里面 我们有个亲子论坛 我们的题目就叫做 你不懂我的心 师父你懂不懂我们信徒的心 不敢说懂 但是尽量去感受一下 总之彼此都要互相感受一下 因为其实观音菩萨是我们大家的妈妈 他一定懂我们的心 但是我们懂众生彼此的心有多少 真的看自己的用心有多深入 我们趁这个时间也都要非常多谢 嘉和辅导中心的Louise Zhang 他今天做我们的社工来主导我们今天的论坛 非常精彩 到现在我们都要收拾心情 跟永固法师进去空中佛学院 是继续听师父开示 是般若心经 空中佛学院 各位空中佛学院的听众朋友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阿弥陀佛 在今天的《波尔心经》 接着上个星期 讲完的是 《无苦疾灭道》 今个星期就要进入 《无自亦无德》 《以无所得故》 《无自亦无德》 首先看看《无自亦无德》 一般我们的习惯 是从出生一路 凡所有上都是真的 我们所看的都是有 所以佛学用了最长的时间 来引导我们 是从事物的真实本质 去验识 是要我们去超越表上 凡是我们所看到的 我这么说 我们的习惯 都是真实 是有 但佛陀和我们说的 凡一切上 皆是虚妄 都不是真实的 所以真的有很大差别 从《波尔心经》 开始 讲到一个 可以度一切苦厄的方法 就像观音菩萨那样 用最深的 进入神三 可以说究竟的智慧 进入最高的 彻底的智慧 就是般若 行三般若 布洛陌密多士 召见五魂 激空 不只是五魂激空 是所有一起激空 如果我们真的可以理解到空的意义 就是一切所有都是因缘 不要在表象上停留下来 一路向着国五解脱的方向行 那才可以度一切苦厄 一切的苦厄 最主要的 讲的都是我们在世间的烦恼 或者是论为生死的苦恼 所以要从生死论为世间烦恼里面解脱出来 先是导过这个苦 就是从苦里面解脱出来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 其实佛陀都是记住 就之前讲的 没有五魂 没有眼耳鼻舌身义 没有色性香味触法 没有眼界乃至没有意识界 没有无名 一路到没有生死 就是没有十二恩怨 到上个星期我们讲 没有苦疾灭道 这些讲的不是说 没有这些事实 不是说这个意思 主要讲的都是 要我们不要执着 不管你是看来的听来的 或者你遇到的 所有这些 你只要保持着 凡这些都是因缘法 并不是实际 永远固定不变 你可以看出这样 譬如人家对我们怎么样 或者我们遇到什么事 你都可以想到 真是各有因缘 那你立刻就可以得到自在 自在也都是一种解脱 虽然不是究竟的解脱 最少在你 现在的生活之中 身的烦恼 或者是心的烦恼 身心就是我们这个人 活在这个世上 就是我们医住身心的状态 然后跟这个世间 可以互动 你可以身心自在 已经是 从一个很逼切的腹里面 可以说 解脱先了 当然 最究竟 都是要在 学佛这条路上 理解多些 佛陀的教育 然后 之后大原则都是不执着 既然是不执着 就不会说 我要去收一个什么 做一个什么 你都是收都是做 但你不会说 我现在收多少功德 我的功德 比隔离的人更大 或者比以前更多 在那里比较 基较 你就不会停在那里 只要你是做 其他你不用去 问有多少 执着有多少 这部分 包括 所谓说 自为 无自 你都不会执着 我现在有多少自为 我有没有自为 这些 还有我听多少佛 学多少自为 你不会这么好 表上上面 去着想 一着想 就会停在那里 你会觉得 我已经是 听过般若三经 我听过 诵过 几部阿弥陀经 你一着想 一有这种 有的概念 或者有数字 量化 有几多 有几大等等 这些概念 你已经被限制住 你觉得自己 有自为 其实就是 未到 那个自为 包括 所谓 得的观念 对我们的犯夫 来说 如果学佛 没有很通透 初学的人 有时候 希望 求得 名 或者得到 功德 福报 有些 有些 学多 学 三入 小小的人 又希望 可以 求得自为 求得佛佛 就追求了 要得解脱 要得 某一个 修行的果为 这样 其实包括 譬如 修行的 希望 求得开悟 求得 明三健成 总之 这些都是 就是 当你一有这种 得到 某一种 妻围的 果为的 这种概念 其实你已经 不是 如你所抱的 那个果为 那个程度 所以 佛佛要我们 放下 所有 所谓的眼衣鼻 等等 这些所有 包括十二恩怨 四成体等等 一路 包括你的 概念上 有一个自为 可以得 有一个果为 可以得 这些 你都要 放下 不可以执着 一路向主 再向前行 真是 无自 一无得 以 无所得 你因为不执着 这些所有 所以 菩提 失度 所以 才可以 一路到达 那个 菩萨的程度 包括 菩提 失度 就是菩萨 这个概念 你都应该放下 唯有是这样 你才可以一路 不着上 没有执着 也就是 你不会 在这些 表上上面 停留下来 你才可以 继续向着 究竟 各五的 使用佛之道 再向前行 千有道德的一日 当然 如果 譬如我最近说 在佛学班 其实 到最终 是没有这些概念 当然 佛陀是一位教育家 佛陀知道 我们众生 其实 那种有 要拥有什么 得到什么 那种概念 是一种我们的习惯 我们很怕 如果没有 那不是很恐怖吗 如果没有 失去一切的感觉 不知 后面 怎么会很惊讶 就不敢放下 反而一直很执着 持着 所以 通过《般若心经》的佛陀 主要是说 你怎样可以 到一切苦恶 其实 是不着想 不执着 这些 你才有道德 从苦里面出来的一日 佛陀可以说 一直教我们 如何解脱 一种概念 但是 怎样做呢 都是要求我们自己 今天时间关系 就分享到这里 下个星期 我们再继续精进 阿弥陀佛 多谢师傅开示 刚才你说到 就是说 无知亦无德 以无所得故 菩提撒多 其实 我们真的要知道 如果要求智慧 真的不能执着 因为你一执着 就有恨 像我刚才说的 会有是你一路一路跟着 从《般若心经》一开始 你理解所有的因缘法 你的世界是无边的狂大 是的 所以 我真的再一次鼓励听众朋友 都是要细心去读 和研究一下 这个《般若心经》 多谢师傅开示 我们稍事休息回来 接着就是这个单月 我们发海飘香 飘书香 我们继续邀请到 我们社教组的主任 和我们多伦多 人间佛教读书会的辅导法师 苗无法师 大家不要走开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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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来 这个欢喜自在的下半场 我们凡是单月 会有发海飘香 这是我非常期待的单元 我们每次都会请到社教组的主任 和我们多伦多 人间佛教读书会的辅导法师 妙无法师 师傅阿弥陀佛 各位欢喜自在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大家Gacha Betty好 师傅好 你知道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读书 很喜欢看书 在师傅你身上 我也学到很多看书的好处 和看书的方法 我们每一期的发海飘香 单月飘书飘香 今次为大家介绍什么书 今次要为各位听众朋友介绍的 就是叫做《贫真有话要说》 你会觉得是一本书 这本书 好像没见过 是的 但是我相信 如果大家有去我们的 佛光山全球资讯网 或者是我们多人多佛光山的网站 你都会看到 就是《贫真有话要说》 你点进去就可以看到 师傅从3月30日的序 一直到5月1日 《贫真有话要说》 21说之三 你就可以看到 这二十多篇文章 都是由我们师傅声闻大师所写的 我们将会结集出版 就是以小松书的形式 你会看到小松书 只是小小本 但是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是的 即是每一书都有本小松书 暂时我们总判山那边 是出版的序和一书 我相信一定是陆续有利 非常期待 我也有看的 其实还有师傅也很好地安排 安排我们佛光会的秘书长 就是定期被我们的佛光人 就会收到这个贫真有话要说 就是声闻大师 就是一个告白 但是我又很奇怪 师傅 为什么大师要叫自己做贫真呢 其实师傅在一说里面 都有解释 其实在过去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出家人 都会叫自己 很谦虚地叫贫真 但是他觉得非常之不喜欢这个称呼 师傅说 因为他说 为什么出家人 其实内心是非常富有 为什么要自己 会称呼自己做贫真呢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只在电视剧 电影里面 贫真有利 才听到贫真 现在我们大师都叫自己做贫真 他其实就是说 又觉得自己心里面很富有 其实他贫在那里 其实我们看一看师傅整个成长的过程 我们知道师傅 其实他的童年是非常之贫穷的 而且三餐都没有一个着落 甚至是没有钱去读书 甚至经历了两次的战争之后 然后转转来到台湾的时候 去到台湾的时候 根本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师傅认为 他经历过战争 对于贫穷生死 自然是会有一番的体验 所以他去到大国子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祖庭 他又无亲无故 后来去到台湾无亲无故 也没有人愿意去收留他 其实那时候他身上也没有什么钱 但其实这不是他贫穷的主要原因 是的 其实就是我看《声闻大师》 这么多篇的《贫真有话要说》 我觉得大师的心量真的很大 其实他所谓贫真 他将他属于自己所有的 但他都不归为自己所拥有 他全部给大众 全部为佛光山贡献出来 我觉得这件事真的令到我们都很感动 师傅 大师在《贫真有话要说》里面 你刚才说了21说 然后后面有3个21辑里面的3说 其实整个过程 大师总结是想帮我们说什么呢 其实如果大家真的从序 开始一路看到 《与11说之3》 《我一生与病为由》 其实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 除了是佛光山的历史之外 佛光山的一种发展 佛光山的制度 甚至是师傅在过去的人生经历 面对种种的困境 他是怎样去度过 用什么的态度去面对 其实都可以作为我们一种指示 令到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样去面对 就以我们刚才一直所说 《贫真》这个字 其实师傅内心真的非常富有 因为师傅经常说 一切都不是我的 都是大众和社会 其实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缘 我们也有听过 十方来十方去共成十方事 万人师万人舍同结万人缘 这一种吸的哲学是非常明确的 我相信Betty你有听过 师傅说 钱用了才是自己 懂得用钱才是智慧 是的 如果不是就只是银行里面 一个数目字 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用钱都要有点智慧去用 在我自己在阅读 这个《贫真》又说要说 这么多说之中 我觉得好像跟着大师 就回顾佛光山的历史 和大师一生经历了这么多阶段 辛苦的成功的部署 那在后面那三说 即是二十一说当中的一二三 大师提到说与病为友 师傅你看到这三说有什么感受呢 其实你看到很坦白说 才知道原来师傅真的是一生与病为友 好像我们平时 觉得头晕感冒 就觉得很不舒服 很大件事 是的 很大件事 但是你看看师傅 你能够跟他成为一个朋友 实在是非常不简单 是的 而且真的不舒服的时候 真的有感觉 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在大师的表情上 看到任何的病容 所以我觉得大师的忍耐力也非常好 而且他那种接受逆境的能量 也非常大 是的 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面对病 大家都会病 都会有些痛苦表情 起码 是的 但是如果能够做到辛苦而心不苦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哇 要多多学习 大家都要一直学习 是的 与病为友 这四个字就很容易写 但是如果真的有病的时候 要跟病做朋友 其实真的不是很简单 师傅 是的 因为我们失病的时候 都是很抗拒 觉得很讨厌 还有种种的一种情绪上面等等 但是如果能够做到辛苦而心不苦的话 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境界 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 或者注重哪一方面好一点 因为其实二十多说中 每一说都有一个主题 我们从这个主题 师傅在这篇文章里面 我们就要做一个分析 但是如果你单凭看《贫真有话要说》 去了解为什么 其实是不足够 还要有很多其他辅助的一些书 比如说对于佛光山的一个发展的历史 或者是种种所有佛光山的刊物的出版 我觉得都应该要去看 当你去看《贫真有话要说》的时候 你就会更能投入 是的 我们非常多谢妙妙法师今天为我们介绍 由星雲大师所撰写的《贫真有话要说》 多谢Betty 多谢师傅 大家如果想重温或者再看一次 可以上我们的网3.w.fgs.ca 接着就为大家报导一下活动 下星期日5月17日 多伦多佛光山寺有《欲佛法会》 上午10点到12点半 同日的上午11点到下午4点 在万锦市的大都会广场 我们会去布置一个欲佛池 在那里我们有云水浴佛 到下午2点 在大都会广场里面 永固法师会亲自去做一个讲座 为大家说亲爱的佛陀老师 非常吸引 希望大家去拱尖法器去参加 接着就在下星期 就是有非常之盛大一年一度的 佛教联合慶祝佛陀圣诞 Visaday的这个慶典 希望大家都去参加 今年会特别安排一个游行 非常之精彩和很热闹的 有小太子 有观世音菩萨 有很多很多菩萨 就是在那里游行的 大家就差不多 早点多去八个美位 一点多钟就好去到 如果想查询所有上面 我所提起的活动的详情 可以打电话来 905-814-0465 想重温今天节目 也可以上网 www.fgs.ca 再次多谢师傅 再次多谢听众朋友收听 下星期的欢喜节就再见 拜拜 拜拜